第891章领域巨线化 秋 一道光滑过 有若流星 璀璨而又冷艳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明明是一座深渊 却又好像是一片星空 流光若星 池浩立刻感觉到 这里与外界有着不同 在这里 规则似乎有那么一丝丝的异样 多了一点什么 有意思 池浩点点头 作非他这种几乎将大忌天修到极致的人 恐怕是无法察觉到如此微妙的变化 咦 他紧跟着发现 当流光滑过之后 这种规则上的变化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其实不是这里有不同的规则 而是那闪动的光才拥有 有意思 池浩开始追光 但是 光的速度何等之快 他自然是追不上的 所以 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就是漫步而行 随人吧 秋 又一道流光滑过 顿时引动了环境中的规则变化 让他体会了起来 可惜 汪南勤只有四季 而且这也是他的极限了 不可能再有提升 因此 他在这里是完全茫然的 只感到无比的森寒 让他动得郊躯直哆嗦 十号让他先进先居 他却是没有答应 执意要陪着十号 也罢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危险 若是有什么不妥的话 十号会第一时间将他送进先居之中 紫金属道也品味出了那么一二 但是 他也没有达到九季的高度 领悟当然远远不可能与十号相比 咦 凡戒还真是不容小觑 这里的规则 便是仙戒也没有 紫金属断然说道 不 十号危险 亚然 凡戒竟也有仙戒没有的规则 不是说 仙戒的规则完整圆满吗 这好像凡戒特有的规则 紫金属品味着 然后露出震惊之色 哎呦 不会是也想的那样吧 靠 真要这样的话 这牛逼大发了 喂喂喂 说人话 十号敲了敲这家伙 别光顾着大呼小叫啊 你也得照顾一下这里另外两个人 对于仙戒可没有什么了解 紫金属这才压下了震惊 道 小石头 拿你为例 如果你将小心与眼化完全了 会不会形成自身的规则 当然会 十号说道 然后他就将眼睛瞪大了 你可别说 这里多出来的规则 便也是如此情况 他还以为 自己能够形成小心语 乃是世间独一无二的 可现在的话 居然还有人能够做到 自然让他震惊了 紫金属则是摇摇头 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 但这个人明显想要超脱这个世界 有意识的在演化自己的世界 并真的让他形成了一些规则 不过 他在这条路上显然走得不远 顶多就是对这个世界有所补充 距离形成自我的世界 不知道还差了多少 小石头 你小子太幸运了 能够形成自我的小世界 爷也不知道你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但是 这在爷看来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 千万不要小看此人 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规则做出补充 并在死后并没有湮灭 而是依然可以存在于这方世界之中 这简直就是恐怖 紫金属大呼小叫 显得兴奋之极 你的意思是 这里是那位强者死后所形成的 十号问 不错 紫金属点头 这是那位强者的领域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也为什么可以毒于又并存于这个世界 十号也生起了佩服之意 果然江山代有人才出 不知道这又是哪一位强者在化道后留下的 于后人来说 这是一笔无法言喻的宝贵财富 时间规则就那么多 能够起到补充 不让现有的天地排斥 这是多么难的事情 他走走停停 停的时候是因为有流光划过 他在品悟着其中的规则 而走的时候则是因为流光已经消失 这地方大的惊人仿佛没有止境似的 这是一位强者的领域 都已经化成实质了 有弱一方世界 紫金属点头道 领域具现化 这是先王才能做到的事情 也就是说 有位先王陨落在了此地 十号感叹 难怪都开始形成自己的规则 人家已经站在了先王的高度上 只是为什么先王会化到于此呢 不应该是在先见吗 嗯 前方 突然出现了一团亮光 正在向着他们的方向而来 这是 十号亚然 这是一团由光芒组成的兽型 但实在无法判断出是什么品种 这光兽仿佛拥有智慧似的 停在了十号身前十丈前 盯着他 好像在辨别什么似的 十号张开领域 也在对这头光兽进行着判断 然而 对方就是一团光 他什么也感应不到 哼 突然 这头光兽就向着十号扑了过去 瞬间加速 快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 十号连忙挥出拳头 向着那光兽打了过去 然而 他一击却是打了个空 光兽从他的身体中穿透而过 扑 十号顿时喷出一口鲜血 光兽透体而过 等于对他造成了穿体伤害 哪怕他的体魄已经够强横了 可依然受了重创 这样的攻击 完全不讲道理 这也是先王手段吗 哼 那头光兽再次扑来 十号将翁南晴送进了先驹之中 运转本元晶 双手上则是缠上了金之力 向着光兽打去 靠 小石头 也也要躲起来 紫金属意识叫道 这光兽拥有的能力太可怕了 这可是先王留下的 手段起笔寻常 然而 十号又是一拳挥出 光兽根本不受影响 无法造成一丝丝的效果 扑 十号在受重击 开始大口吐血 光兽出现在远处 转过身来 猛的又向着十号冲撞过去 他没有什么力量可言 但速度奇快 而且无视一切障碍 皆可以穿透而过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便能造成惊人的伤害 关键是 他本身又好像是无影无形的 根本无法招架格当 这让人怎么遭得住 完全无解 十号大喝一声 手一挥 将紫金属挡在了前面 窝操 小石头 你这个没人性的家伙 紫金属惨叫 砰 光兽撞了上来 却居然没能穿过紫金属的身体 而是被挡了下来 第892章神念 十号一愣 他拿紫金属来挡刀 只是下意识的 因为他觉得这只耗子十分神奇 说不定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 效果居然如此之好 竟真的将光兽挡了下来 让十号完全没有想到 靠 这只死耗子果然不简单 可关键是 这家伙怕死怕疼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遇到什么事都是直接开溜 让十号无语之语 他二话不说 拿紫金属当成了板砖 向着光兽砸了过去 小石头 也跟你没完 紫金属惨叫 砰 一击下去 光兽立刻被打飞了 这家伙虽然无影无形 甚至可以无视障碍屏障 在穿透实体的时候造成极大的破坏 本身一如光一般 无法捕捉 无法触碰 可是 他的力量却一如光一般 微乎其微 你被再强烈的光柱照射 会射得你倒退吗 不会啊 所以 十号破解了光兽不可处这个能力 那这头光兽就成了弱鸡 让你狠 十号哈哈大笑 挥舞着紫金属 一板砖一板砖地狂砸 没几下功夫 这头光兽就被生生拍散了 不过 啥也没有留下 就是化成了碎光 十号觉得可惜 这玩意如此难杀 不应该给点奖励啥吗 哇 紫金属则是晕头转向 在一边吐了起来 被十号挥舞得太过厉害 他遭不住 耗子 没想到你挺厉害的 十号笑道 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 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炸出来了 滚 紫金属赤道 然后又哇哇哇地狂吐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十号好奇 这既然是先王的领域 那极可能是先王生前的念头所画 紫金属立刻进入了装逼模式 板着两只小爪子 一副很正经的模样 要不是刚说完又开始吐了起来 这形象就真的塑造成功了 先王神念 在这个化成实质的领域之中 不散不灭 而既然是神念 当然也不可能有实体 被人所触碰了 连先王神念你都可以伤到 浩子 你牛逼 十号竖了竖大拇指 紫金属露出尺高气昂之色 但立刻又跳了起来 小石头 你以为你夸奖爷几句 爷就会忘了你之前是怎么对爷的 这浩子虚荣得要命 但也无比小气 想忽悠他太不容易了 十号索性不提这茬 继续往前走 小石头 你说啊 你不说 也跟你没完 紫金属连忙追了上来 咦 流光又来了 十号说道 然后立刻进行体悟 太无耻了 紫金属气得呲牙 但他也不是不识大体的 自然不会在这时候去骚扰十号 也是用心体悟 这可是一位先王的感悟 能够抓取到一丝丝都是大友好的 千王啊 都快要出道大道本质了 而且这位先王更是妖孽 都创造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规则 那就更加强悍了 可惜 流光意识 随着光滑的消失 那种特有的规则也很快就消于无形 继续找吧 十号大步而行 继续寻找起来 围走多远 前方再次出现了光兽 小石头 啊 紫金属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十号拎在了手里 当成板砖来用 你妹的 你妹的 空 光兽已经冲来 十号挥出紫金属 向着光兽打了过去 跟上次一样 光兽的弱点十分明显 被破解之后 他就很容易被消灭了 紫金属已经气得不想说话了 现在他的战力不及十号 所以只能逆来顺受 但是等哪一天他比十号强了 那一定要将此仇给报回来 十号大笑 再次前进 再行一段路 十号却施亚然发现 前方竟是出现了一个人 咦 先王神念还化成了人 此人 浑身皆是发光 可不同于之前的光兽 他的五官十分清楚 可以轻易变出长相 不像那些光兽 只是具备了受的刑而已 肩下手为强 十号立刻拎起紫金属 向着那人拍了过去 靠 小爷得罪你了吗 居然二话不说 就向小爷出手 那光人大声喝道 也是一拳向着十号回敬过去 你是觉得小爷好欺负吗 砰 两人对轰一计 那光人不由地身形一颤 而十号更是道飞了出去 咦 你是人 十号随手将紫金属丢到一边 这可不是先王神念 而是真正之人 实力强制三步登胜位甚至更高 因此 狠狠的一次撞击之下 虽然紫金属体魄强横 根本无伤 可强烈的震击之下 还是让他晕头转向 直接趴地上了 废话 小爷不是人 难道是阴魂不成 那光人骂骂咧咧 十号微微一笑 叹了贪双手 你这副模样 在这个地方 让我想不误会都难 废话 若不与那些神光兽表现的一样 小爷岂不是早被他们捏死了 那光人哼哼道 你居然敢打小爷 看小爷怎么收拾你 哼 他冲了出来 双拳怒打 砰砰砰 他的实力十分强大 一拳拳暴打之下 有若狂风暴雨 雷霆万军 既然是人 那十号何惧 他迎上 太阳法相祭出 绿燕雄雄 让人不敢逼世 嗯 那光人似是没有料到 被太阳法相烧灼之下 他不由地连连倒退 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你小子是谁 居然连我毛雨豪也要忌惮一二 十号微微一笑 我乃修罗 修罗 修罗又是谁 毛雨豪露出茫然之色 但立刻又发起反击 你有大日神通 我也有九幽奇数 空 他的体内迸发出无尽的寒气 身上亦出现了寒冰 仿佛冰雕似的 寒对热 阴对阳 然而 太阳法相乃是参照凡界太阳而修成的 这一颗更是十号的主法相 威力更大 滚滚热浪冲击之下 毛雨豪身上的寒冰立刻融化成水 毛雨豪不由金鱼一声 你好不厉害 连我的四优寒冰树都是不敌 哦 这个家伙是画牢吗 看我的天金树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什么都是不堪一击 他立刻变招 整个人都是金光灿灿 好像变成了黄金似的 池浩不由失效 将你卖了的话 应该可以赚很多钱 第893章 毛雨豪 哇呀呀 可恶 毛雨豪大吼一声 向着十号冲击而去 砰 池浩针锋相对的进行反击 怒拳暴打之下 毛雨豪自然占不了丝毫的便宜 靠 连小爷的天金树都能挡下 你究竟是何方人物 毛雨豪大呼小叫 天号宗的蒙元旗 大员公的司徒无名 还是紫月岭的花飞烟 一不对 花飞烟是女的 你应该不是女扮男装吧 他还真实话多 根本不用十号接口 就能自顾自的说上一大堆 完全没有无人接话捧根的尴尬 十号都无语了 你压眼瞎啊 我这么帅气逼人 能是女人扮的 这里连住天梯都不可能入 会被神光兽轻易杀死 毛雨豪还在那说个不停 难道 你跟小爷一样 也是来寻兵极光的 得 这家伙将自己的来意 都是泄露了出来 兵极光 便是那天空中滑过的流光吗 确实 这十分僧寒 显然 新年那位先王 应该是修炼寒兵属性规则 而达至大成的 十号觉得自己 完全不需要开口引导 只要听着这家伙说 这家伙就会把老底土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你什么加持都没有 尽可以在这里横行 毛雨豪又满脸的不可思议 我可是被预先加持了大能力 让自己与这里的神光兽同化 才会不被他们攻击 你又是怎么做到的 神光兽没有实体 根本是杀不死的 也挡不住的 你到底拥有什么手段 嗯 又吐露了一些 你继续 难道 你也知道兵极光吗 毛雨豪到抽凉器 是谁告诉你的 你嘛 不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十号完全无语 这家伙有时候像个智障 让他怎么接话吗 跟这样的人交谈 自己亦要成弱智的 十号果断没有接口 心中则是亚然 此人居然是仙界来客 没有达到某种层次的时候 仙 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 可是当他成为年轻一代最强的时候 却似乎在哪里都可以遇到仙界人 这是因为 十号的层次高了 眼界当然也高了 他要追求的宝物 便是仙界人亦同样追求的 因此 双方就难免出现了交集 不过 你就算知道兵极光 应该也不知道将其炼化之后 可以得到何等惊人的神通 毛雨豪喃喃说道 你压的是中了什么诅咒 所以保不住秘密吗 十号叹了口气 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做朋友的 否则的话 你有什么秘密都会被对方泄露得干钱净净 关键是 他还不是有意的 你连怪也不好怪 再见我的太原掌 毛雨豪大吼 双掌急拍 每一击都是有着翻江倒海的大恐怖 还好这里乃是先王所留下的领域 否则被这二人这么一打 估计早就要崩灭了 好厉害 十号都是眉毛一挑 这家伙虽然是个画牢 属于拷问完全不需要言行逼供 自己就会主动吐个完全的极品 可五道天分却是相当的高 战力十分惊人 他亦不敢大意 运转出了战神意志 向着毛雨豪迎击而去 砰 两人皆是浑身俱颤 不断的倒退 厉害 真是厉害 毛雨豪哈哈大笑 年轻一代中 能够与我毛雨豪力拼的人已经不多了 你要可以接我百招不死 我就交了你这个朋友 十号顿时失色 力声道 你是要逼我打死你吗 跟你这样的大嘴巴交朋友 免了吧 毛雨豪茫然 他堂堂铁王公公主的师孙 谁不想跟他做朋友 可十号居然一副如碧蛇蟹的模样 这又是怎么回事 空 空 空 两人皆是全力出手 毛雨豪的实力却识了得 而十号虽然妖孽 可以经约了一个大境界 人力终究是有极限的 他们绝招迭出 却始终只能听个不分上下 牛逼 过瘾 爽 毛雨豪的嘴果然闲不住 不断地大呼小叫 再战百来招 他主动罢手 兄弟 我们交个朋友吧 交你妹的朋友 你不要害人 十号继续出手 然而 他始终无法压制毛雨豪 因此 又战了数十招后 他也只能无奈停下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毛雨豪的朋友了 毛雨豪见状 还以为十号答应了 十号无奈 你这个家伙没点眼力镜吗 没看我有多么的不想搭理你吗 可毛雨豪却是十分热情 话匣子一旦打开 他根本停不下来 说了半天之后 他突然撕了一声 你居然只是大忌天 果然 相比于他那张嘴 这家伙的眼睛几乎是白长了 十号摇摇头 你终于发现了 兄弟 你牛逼啊 毛雨豪竖了数大拇指 居然没有一点嫉妒 只是充满了佩服 咦 十号不由失笑 这家伙虽然是个大嘴巴 但心眼不坏 好吧 冲着这点 确实可以交个朋友 丘罗是我的外号 我真名十号 十号说到 既然决定交朋友了 他自然不介意抱上自己的真名 十兄弟 你也是来寻找兵极光的 毛雨豪与十号勾肩搭配 厉害厉害 没有预先对你加持秘术 你居然可以对抗得了那些神光兽 让我真是佩服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十号笑了笑 我本来只是来游历的 不过 恰好发现这里的流光对我的误道颇有帮助 靠 这也行 毛雨豪目瞪口呆 兄弟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一高人胆大 什么都不知道也敢闯进来 咦 你不知道这在凡界被称为绝地吗 什么叫绝地 便是驻天梯来了医药挂的地方 十号微笑 我便是凡界人 什么 毛雨豪先是一愣 然后拍拍十号的肩 兄弟 你肯定在开玩笑 凡界哪有像你这么恐怖的家伙 十号则是正容点头 我确实是凡界人 真的 毛雨豪盯着十号 见十号一本正经 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时 他不由抓狂了 天哪 你这家伙可以越大境界与我交手 居然是凡界人 是我对凡界太缺乏了解 还是我的实力太弱了 祖爷爷一直在骗我 说我五道天分高 这一刻 毛雨豪开始怀疑人生了 第894章收集冰极光 说了半天 毛雨豪终是相信 十号确实是凡界之人 这自然让他对十号惊为天人 因为哪怕放到仙界去 十号这样的战力也是逆天级别的 而放到凡界的话 说明十号还有潜力可以释放 超牛逼的 兄弟 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 冰极光可是好东西 毛雨豪不再纠结十号到底是凡界还是仙界人 换了一个话题 我知道可以练话修成一门神通 十号说到 毛雨豪撕了一声如此机密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果然 这个大嘴巴啊 根本不知道自己无意之间泄露了多少秘密 十号叹了口气 有没有人告诫你 尽量少说话 多做事 咦 你怎么和我爹 我爷爷 我太祖爷 我祖爷爷说一样的话 毛雨豪满脸的茫然 你们还真是莫名其妙 我说话怎么了 又不会少快肉 十号拍拍他的肩 这人虽然可以做朋友 但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任何的秘密 否则就等于再攻到天下了 你捕捉到冰极光了吗 十号问 没有再去纠结 毛雨豪点头 祖爷爷赐了一件法宝给我 可以吸引那冰极光 若是运气好的话 便能捕捉成功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捕捉到三旅了 哦 这也应该算是机密吧 你干嘛要说出来呢 不怕我眼红 出手抢夺吗 这家伙亏得有个预先的祖爷爷 不然早被人干掉了吧 更让十号无语的是 毛雨豪不但说 而且还把那件法宝给拿了出来 那是一只脸盆大小的容器 成透明状 可以清楚地看到 里面有三道光在游动 仿佛养在缸里的鱼 这就是预先手段吗 十号亚然 那流光居然是可以被捕捉的 现在数量还少了些 不过 只要凑够十道 便可以融合归一 提炼出真正的冰极光 炼化之后 便能修出冰极神光 杀铜街易如反掌 毛雨豪洋洋得意 哎 你就这么点追求吗 十号有些可怜的看着他 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只求铜街无敌就够了 太没追求了吧 咦 为什么你这么看着我 毛雨豪是藏不住话的性子 立刻就问了起来 十号呕了一下 道 我在感叹 这冰极神光真厉害 可你的面部表情好像不是这样 毛雨豪显得十分怀疑 他只是嘴巴大 并不代表他蠢啊 十号微微一笑 那你一定是看错了 不 毛雨豪也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这时 凶 天空中又有一道流光滑过 他连忙对着容器一拍 顿时 这件容器发光 嗡嗡嗡 散发着奇特的韵律 天空中那道流光 很明显地停顿了一下 但接下来又立刻飞舞而去 又失败了 毛雨豪耸了耸肩 这一百次中也顶多成功一次 换言之 他已经失败了至少三百次 这才有现在的收获 紫金属则是跳到十号的肩上 以灵魂传音道 兵极光中极可能运有先王的道 所以 练化之后相当于得了一门神通 不过 若可以从中亏到一丝先王的道 那就赚发大了 每一位先王都是旷古绝经的人物 财情 悟性皆是上上之选 而每一位先王的道皆可能不同 基本不可能有所参照 需要自己去走 所以 若能得亏一位先王的道 不说重复去走 只是用来参考 那至少也会明白 先王道的大致方向 否则的话 便是与先意要迷失在悟道之中 若非先王道太难走了 千姬真人又何须费尽心机 谋划数万年之久 还坑了自己几个徒弟 非要将云顶星链制成领宝 池浩点头 可是 毛雨豪拥有预先特意制作的法宝 物质成功率那么低 他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抢他 紫金属充馊主义 池浩白了他一眼 这不是胡闹吗 别说毛雨豪是他朋友 就算不是 那在毛雨豪本身没有为恶的情况下 他亦不可能出手去抢夺的 除非是为了救人或是大意 无缘无故就出手抢夺 这种事实好不会做 无论如何 做人总得有一些底线 那你没有准备 肯定捕捉不了兵极光 毛雨豪说道 没关系 等我先捕到石道之后 就把这东西借你用 他十分豪爽地道 完全没有邪迹自贞 看看 人家是什么心胸 石浩又看了紫金属一眼 紫金属则是吹起了口哨 洋装没有看到 那多谢了 我们是朋友 这算什么 毛雨豪摆摆手 石浩与毛雨豪一起走 行了一阵之后 凶 天空中又有流光滑过 毛雨豪照例以容器吸引 而石浩则是感悟着规则 毛雨豪可以让流光稍作停留 这对于石浩来说 意识带有好处的事情 让他可以多参悟一会会 不过 这件法宝的成功率真是不怎么样 数天下来 他们已经遇到了几十道流光 却没有一道被捕获 直到第九天的时候 情况才终于有了变化 秋 一道流光滑过 毛雨豪照例而为 正当两人以为这次一要无功的时候 只见那道流光静视转向 直扑容器而来 这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毛雨豪都没来得及 有任何的反应 流光已经进入了容器之中 数量也变成了四道 咦 毛雨豪自己都是一愣 然后就笑了起来 石浩一时一笑 这可真是不容易 这么多天下来 终是成功了一次 两人再次前进 差不多每隔十天的样子 毛雨豪就能收获一道冰激光 这速度当然不能算慢了 凑齐十道也总共只需要百天而已 于登圣为悠长的寿员来说 这真是小意思 终于 毛雨豪完成了收集 他利用那件法宝 将石道冰激光融合起来 这倒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只见石道流光果然和为了一道 古怪的是 其大小并没有变化 只是显得更加明亮了一些 兄弟 这件法宝借你了 我需要炼化冰激光 得闭关几天 毛雨豪说道 取出冰激光 便将容器丢给了石浩 第八百九十五章玉席 毛雨豪这个人 嘴大心大胸怀意大 怪了谁 会将这么一件珍贵的法器随手 像借给一个刚刚认识的人 石浩接过 点点头 道 如果找不到我便在鬼王渊的入口等我 我一定会将之还你 迷世 毛雨豪挥了挥手 一脸不放在心上的表情 不 反正法器是他祖爷爷做的 所以他无所谓是不是 石浩拿着法器 大步离去 而毛雨豪则是席地而坐 开始炼化冰激光 于他来说 反正有预先布置的手段 让他看起来和光兽同源 而这里的危险又只是来自于光兽 所以 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就那么坐下来炼化冰激光 石浩走了一阵之后 凶 便见一道流光从天空中划过 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对着法器一拍 整个容器顿时释放出光芒 向着天空中那道流光发出了莫名的吸引 流光一顿 却立刻就飞逝而去 失败了 不过这也很正常 本来成功率就低 又失败几次之后 石浩突然灵光一现 他能不能用自己的小心雨来捕捉冰激光呢 小心雨可以看作是另一个世界的雏形 一进入其中 那就是完全由他来主宰的世界 冰激光还能逃脱吗 来试试 反正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 石浩先张开领域 观察着周围万丈之内的一举一动 小半天之后 凶一道冰激光猛的划过 他一边激发法器 一边则是张开小心雨 拦在了冰激光的必经之路上 小心雨的笼罩范围有限 所以不可能大范围的进行拦捕 必须得有明确的导向性 来了 凶冰激光一头扎进了小心雨中 顿时 一条条星河发光 璀璨无比 法器一动 冰激光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给予了石浩施展的时间 他操控着小心雨 要强行将冰激光留下来 我的世界 我做主 冰激光顿时开始东窜西逃 仿佛落网的鱼 却是野性十足 非要挣扎着逃出去 石浩强行束缚 不疑会 冰激光的挣扎越来越弱 最终 他乖乖的沉浮了 石浩哈哈大笑 这一下可以让他捕捉冰激光的效率极大的提升 来 他继续 小半个时辰之后 凶 又有冰激光滑过 石浩轻松收取 小心雨加雨先法器 收取冰激光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石浩哈哈大笑 相比之下 他的效率可是毛雨豪的十倍 对方要用一百天才能捕获十道冰激光 而他只需要区区十天 不过 石浩的目标可不只想要修出冰激神光而已 他还想一窥那位先王的道 所以 他要捕捉更多的冰激光 这才可能还原 他现在修为太低 没关系 又不是一定要现在参悟 子金属义是十分欢喜 石浩得手了 那他亦可以分一杯羹 得享一位先王的所言精华 先王之路啊 便是先尊义会有兴趣观摩一下的 绝对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能够走到这一步的 哪个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节 两道 三道 四道 石浩得到的冰激光越来越多 都被他丢在了那容器之中 既然是欲先锁住 干嘛不用呢 而在这个过程中 石浩对于规则的感悟 也是越来越多 越深 此次之行 哪怕没有得到冰激光 他意识大有收获 对于冲击时期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将近三个月后 他手中的冰激光意识 达到了一百道之多 你说 将这么多的冰激光合为一体 能够亏到那位先王的道吗 石浩向紫金鼠问道 也看有点悬 不如再多弄一点 紫金鼠道 我也觉得如此 石浩点头 没办法 有宝在前 他们当然贪心了 一人一鼠继续 又是一个月过去 他们又得手了三十多道冰激光 这收获真是惊人 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在天空中划过的流光 已是大幅减少 似是被他们捕捉得差不多了 咦 石浩突然一愣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个光人 不是这里的神光兽 而是毛雨豪 他怎么跑过来了 石浩再一看 不由眉头一皱 因为对方的身上还带着伤 在此地 谁能打伤他 光兽视他为同类 而且光兽是直接对内斧造成伤害 而他分明是受的外伤 更不可能是光兽造成的 石兄弟 毛雨豪跑了过来 快点离开这里 来了一个接天路高手 你是被他撞上的话 肯定会被他击杀 你便是为他所伤的 石浩问道 脸色有点沉 他这个人最是护短 一旦被他认定是自己人的话 那绝对不容他人伤害 否则就是与他为敌 太他马得倒霉了 毛雨豪说道 我还在炼化冰极光 正在关键时刻 那个不要脸的家伙居然通袭 幸好我有祖爷爷赐予的宝物 关键时刻保了我一命 可冰极光却被他夺了去 你没有说出自己的来头吗 石浩亚然 以你这样的大嘴巴 三言两语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了身份吧 那家伙就是怕了 才想将我灭口 一路都在追杀我 毛雨豪显得很愤懑 他堂堂欲先后人 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居然让一鸣接天路被追杀 这要传回仙界的话 他会被人笑死 而相信 以他的嘴巴之大 他一定会说漏嘴的 石浩看着他 你丢了冰极光 唉 只好在在此逗留百天了 毛雨豪摇头叹气 他可是仙界人 不能再繁戒久留 因为逗留的时间越长 他回到仙界之后 被仙界排斥的时间也越长 这些时间他都是无法修炼的 所以 这百天时间还是有些影响的 虽然不是很大 石浩一笑 将那件法器丢给他 兄弟 我不急的 你先用吧 等你凑满了十道 我再来捕捉 毛雨豪直接将法器还了回来 反正十道就够 多了也不会让这门神通的威力有所提升 你再看看 石浩笑道 毛雨豪这才看向法器 然后 他的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 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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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道 你开玩笑的吧 第896章反击 毛雨豪目瞪口呆 这才过去多少天 好像 自己捕捉到十道兵极光的时间 也不比这少了几天吧 可石浩呢 他捕捉到了多少 一百三十多道 天哪 你是怎么做到的 石兄弟 你也太牛逼了吧 毛雨豪充满着敬佩 同样的法器 而且他的境界还占优 结果呢 被石浩甩掉了十条街 这差距 泽泽 任他在自负义得甘心败福 石浩只是一笑 他留下十道 然后取走了剩下的所有兵极光 既然十道就可以修成兵极神光 而且多了也不能提升威力 他便是多给毛雨豪留几道 亦没有意义 剩下的兵极光 他会十合一给翁南锦一道 再十合一给紫金属一道 剩下他则是全部融合 看看以后能不能得亏 那位先王道的意思 毛雨豪为人大方 所以面对这样的馈赠 他也是直接收了下来 反正这份人情记在心中 日后总有回报的时候 你可以吸引神光寿吗 池浩突然问 可是可以 不过 你问这个干嘛 毛雨豪反问 池浩一笑 你不想报仇吗 讲啊 毛雨豪立刻道 可这是凡界 他拥有再大的背景 都是不出境来 难道杀一个接天路 还要请先人下界 说出去 他这个铁王公公主的 世孙以后 还有脸行走天下吗 讲报仇就听我的 池浩说道 好 毛雨豪毫不犹豫地点头 居然也不问 池浩具体的操作是什么 兄弟 你的心也真是够大的 池浩和毛雨豪一起行动 先去寻找那名接天路强者 这倒是不难 因为毛雨豪一直在被对方追杀 双方隔得距离不远 很快 那名接天路强者的身影就出现了 看上去约莫五十来岁 身材中等 不愁也不俊 看上去十分普通 不过 当他气势爆发之后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霸气凌人 十号和毛雨豪连忙转身就跑 那接天路强者一愣 没想到在这里居然又出现了一个人 毛雨豪可以在这里行走自如 是因为有预先布置的手段 让他与光兽有弱同类 不会被伤害 而他呢 他掌握了一门超高的脸西术 可以让自己的气息完全消失 相当于在光兽面前隐形了 可是 十号又是凭的什么呢 但是不管如何 他一定要将这二人灭口 讲了一名仙人的后代 这岂是闹着玩的 不怕被打击报复 不过 只要将人灭了口 不就无所谓了 谁知道是他干的 而且 说不定他还能再得几门仙术呢 因此 那接天路强者毫不犹豫地追了上来 十号和毛雨豪落荒而逃 可实力差距太大 那名接天路强者正在迅速接近 神光兽呢 毛雨豪都急了 这不想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总会时不时地冒出来 可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却是不见了 对了 他还不知道十号为什么要他去找神光兽 现在应该来不及问了吧 只好相信十号了 一路上 毛雨豪频频替十号挡枪 他身上有预先所赐的宝物 足以挡下致命攻击 但他祖爷爷为了锤炼他 却没有给这件宝物赋予还击的功能 否则的话 先级宝物发挥 不知道可以将接天路杀死多少回了 事实上 十号和毛雨豪都是不惧追杀的 一个有先驱 另一个则有预先所赐的防身宝物 当然了 防御宝物中有耗尽能量的时候 到时候毛雨豪就要惨了 这也是那些天路强者执意要追杀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终可以杀得了人的 又跑了一阵之后 毛雨豪露出惊喜之色 神光兽 神光兽 前方出现了一头光兽 并在发现十号二人之后 迅速向着他们的方向冲袭过来 你想要怎么办 毛雨豪问 当然是利用神光兽杀了那家伙 十号笑道 毛雨豪一听 顿时脸色发黑 靠 那家伙拥有一门秘术 可以让光兽忽视他的存在 十兄弟 你怎么不将计划早点说出来 不然我就可以阻止你了 十号哈哈大笑 无妨 说话之间 光兽已经袭了过来 十号则是拿紫金属为板砖 一击拍在了光兽身上 哼 光兽就向着后面那街天路强者撞了过去 那街天路强者连忙身形一闪 他可不敢被这玩意撞上 哪怕光兽是被动撞过来的 可只要被他撞上 依然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然后 他立刻连起了气息 如此一来 光兽就会视他为无物 会与他联手追杀十号和毛雨豪 当然了 他并不知道毛雨豪与光兽也是一伙的 光兽只会追杀十号罢了 可就在下一个瞬间 他突然身形一顿 脑袋痛得厉害 好像被生生弯去了一块 脸稀数立刻停止了运转 什么情况 然后他看到 十号手中扬动着一根鞭子 啪 对方一挥 他就立刻脑袋一痛 身形在顿 他明白了 这是十号手中鞭子造成的 他大喝一声 就要冲过去 将十号手中的鞭子夺过 可就在这时 扑 他就是一口血喷了出来 只见一团光从他的体内冲出 化成为一头妖兽的模样 不好 他中断了脸稀数 又距离光兽最近 成了对方的第一攻击目标 他连忙要重新运转脸稀数 这光兽没有实体 却可以在穿透人体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连柱天梯都会被活生生地弄死 他就更加不可能匹敌了 然而十号就是一鞭子抽过来 让他的脸稀数立刻中断 扑 光兽在袭 从他的身体中穿透而过 让他再次狂喷鲜血 就两次而已 便让他受伤严重 扑扑扑 十几次之后 那街天路强者已是摇摇欲坠了 如果对手只有十号的话 那他顶多就是被打神鞭抽到几下 便可以冲到十号身前 将对方震杀区区大忌天而已 而如果对手又只有光兽的话 那他运转脸稀数 意识屁事没有 可关键是 这两个敌人同时存在 并且还在合作 那就致命了 那街天路强者不敢再战 连忙转身就跑 第897章被困 十号岂能让他如愿 立刻就追了上去 抓刷刷 打神边挥舞 抽得那名街天路强者 根本没机会运转脸稀数 说到速度 街天路也不可能跟光兽比啊 所以 他不断地被光兽透体而过 伤势意识越来越重 不过百来西的时间 便是强如街天路又如何 那名强者轰然倒地 被生生耗死了 这时 光兽也转换了目标 盯上了十号 十兄弟 我来眼换你 毛宇豪连忙道 他与光兽同缘 可以迷惑一下的 空 光兽已是冲到 毛宇豪刚想拦上去 十号却是挥舞着紫金鼠拍了过去 脚石头 也跟你没 碰 紫金鼠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他就已经砸上了光兽 碰碰碰 连续十几次的拍击之下 那头光兽顿时被震的粉碎 我操 毛宇豪在此目瞪口呆 这也太暴力了吧 你看 他都有欲心之助 可还是只能装扬 骗光兽以为是同类 而十号呢 直接霸道地将光兽打灭了 十兄弟 你再说一遍 你真是凡界的人 他呆呆地向着十号问 十号微微一笑 如假包换 毛宇豪就无语了 这是什么变态啊 好 将兵极光炼化了 我们就离开 十号说道 毛宇豪点头 不过 那明街天路强者既然死了 那被他夺去的兵极光自然也被取了回来 毛宇豪还是用自己原本炼化的那道兵极光来融进体内 这要更加省力 十号将十道兵极光给了紫金鼠 又十道送进了仙居之中给翁南秦 自己则开始融炼了一百多道兵极光 他们都在各自炼化 不过 因为毛宇豪起步早 他是直接炼化进体内 以化为本身的神通 所以 他的速度自然也是最快的 半个月之后 他就率先成功了 随手扬动着一道极光 玩的是不亦乐乎 又过了好几天 紫金鼠才成功 不过 毛宇豪却又被震惊了一把 因为紫金鼠这速度也太快了 这时他才猛的想起 就是这只耗子将光兽都是生生拍散架了 盯着爷看什么 没见过爷这么帅的 紫金鼠一开口就让人无语 继而想要打人 毛宇豪却是大嘴巴 道 从老鼠的角度来说 你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帅的老鼠 扑 紫金鼠顿时想要吐血 老子是人 不是老鼠 毛宇豪就呵呵了 以为他眼瞎吗 又是数天之后 十号也完成了对于冰极光的炼化 他拥有小心语 在此之中 他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根本不是领域可以比的 现在 百多道冰极光不但合为一体 而且还被十号炼化进了体内 如此一来 他不但可以参悟这位先王修出的自我规则 也能拥有冰极神光的神通 而等他的修为再提高一些 更可以以此为桥梁 一窥那位先王的道 可以说 此次之行真是圆满了 二人一鼠开始往回走 很快就出了鬼王冤 不过 十号却是将毛宇豪一拦 有埋伏 埋伏 毛宇豪一愣 难道 他们击杀了那明街天路 引来了对方的亲朋好友 要替那人报仇吗 呃 应该是找我的 十号一笑 毛宇豪立刻露出傲然之色 十号不过是大几天 他能够得罪多么厉害的仇家 你放心 我来帮你化解 他拍了拍胸口 好啊 十号点头 于是 毛宇豪就冲了上去 然后不过两夕的时间 无数道光滑扬动 凶 便见这家伙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尽好他身上有欲仙赐雨的护身宝物 否则早被轰杀成渣了 而十号之所以没有阻止他 也是因为知道这点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让对方去送死 靠 你怎么没有说 你的仇家居然有好多住天梯 毛宇豪爬了起来 满脸的郁闷 靠 丢人了啊 他还说要替十号化解仇恨 结果刚说出十号的名字 便被人直接拍落了下来 若非有宝物护身 他早死了好多回 他惊讶地看着十号 你呀到底是什么人啊 也太能闯祸了吧 在凡界 以大祭天的修为惹上了住天梯 不斥在仙界的童甲仙招惹上了仙王 可十号居然得罪了这么多的仙王还没挂 简直让人想不佩服都不行 看来 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阵了 十号说道 这可是鬼王冤 便是驻天梯下来都可能挂 所以 纵使有那么多的驻天梯大能包围着 却没有一个人下来缉拿十号 毛雨豪就无语了 之前他被接天路强者追杀 虽然让他很愤怒 但也有点小骄傲 毕竟也算是跨境界战斗了 可是跟十号一比 算了 还是不要伤自尊了 十号楠楠 我什么时候泄露了行踪 居然被盯上了 哎 这下 他要想什么办法离开呢 人家只要有一名驻天梯强者守着 就足以让他无法离开 哪怕有仙居也不行 一碰到就得往里面躲 只是白白曝露了仙居的秘密 这不像云顶星 无法连通外界 十号甚至都主动展现出他有这样的宝物 哼 敢赌小爷 毛雨豪在边上哼哼唧唧 时兄弟你放心 我长久不归去 祖爷爷一定会关注 发现我被这些人堵在这下面 祖爷爷一定会动雷霆之怒的 放在凡界 即使仙人下凡也未必可以扭转乾坤 毕竟十几名驻天梯联手 差不多就可以将决颠中的决颠挡下来了 仙人在凡界 不就是相当于决颠中的决颠吗 有些甚至只和普通决颠差不多 但是 除非吸了非生仙界的念头 否则哪个驻天梯会去得罪仙人 以后进了仙界 还想不想混了 尤其是于仙啊 真要动了大怒 直接派出上百名 上千名驻天梯下凡 就问谁挡得住 不就是付出点代价吗 也好 池浩点点头 他就扯一下铁王宫的虎皮吧 上面的人听着 献你们在三天之内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池浩大声说道 对 赶紧滚 不要逼小爷发飙 毛雨豪一世叫道 听到这话 上面那些驻天梯强者都要气疯掉了 第898章元冰道 一个大忌天一个登圣位 居然敢向他们这么多的驻天梯强者挑衅 这是多么得自不量力 太狂了 以为躲在鬼王渊中 就无人可以奈何得了他们 噢 倒真是 至少没有哪个驻天梯敢杀下去 但是 10号和那个年轻人又敢上来吗 你们待在那下面 又没有修炼资源 难道要在下面熬一辈子 鬼王渊虽然是绝地 但他们这么多的驻天梯 难道会想不出办法来针对吗 天真 你们等着吧 他们可是一直在想办法 而且 他们也不需要战胜神光兽 只要可以在短时间内比喻一下 那么 驻天梯杀大几天 登圣位 又需要多久 真身手的事情 让你们先嚣张一会 一晃 已是十天过去 毛雨豪突然露出喜色 道 祖爷爷跟我联系了 说了这句话之后 他就好像陷入了呆滞 久久没有动静 真得老长一段时间后 他露出笑容 道 祖爷爷听说有人想要围击我 动了勃然大怒 他派出了好多驻天梯 要给我撑场面 真 败家子 时候可是知道的 要将人从仙界送下来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一般来说 变是金元仙都要肉腾一阵 可是 这家伙居然可以鼓动他家老爷子 一口气送下好多驻天梯 可见有多么的败家 不过 反正不关他的事情 人要多久过来 他问 毛雨豪想了想 叫点人也不需要多久 然后就是送下界了 顶多半天吧 池浩点头 那就再等半天 不过 没到半天 就两个时辰而已 人就来了 这些援兵并没有直接出现在鬼王渊中 而是隔得很远 但是 揭示驻天梯级别 那速度的有多快 只是几夕时间而已 他们就来到了鬼王渊 嗯 嗯 这些驻天梯可丝毫没有压制气息的想法 这是凡界 有他们需要忌惮的存在吗 没有 而且 他们可是代表铁王宫出行 那更要大张旗鼓了 所以 在鬼王渊上面的那些驻天梯强者立刻第一时间感应到 莫不露出亚然之色 怎的又来了这么多驻天梯 足足百多位 难道 这段时间修罗又闯了大祸 惹上了更多驻天梯 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 这是十号叫来的援军 虽然实际上是来支援毛雨豪的 但是 当仙界来的驻天梯现身时 原来的那些驻天梯更加亚然 毫不面生 虽然说 以心语之大 谁也不可能将所有驻天梯都认识一遍 可因为有太虚界的存在 驻天梯大能人基本也会在那里碰过头 至不计也会有一面之缘 可是 这些驻天梯居然一个都不认识 急了怪了 诸位道友 你们也是来维艰那小贼的吗 一名驻天梯问道 顿时 好像捅了个马蜂窝似的 只见那些仙界驻天梯皆是向着那人怒目而视 一个个都是杀气腾腾 好像要将人活撕了一般 这 那名驻天梯目瞪口呆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很茫然啊 属下等恭迎少主 这些仙界驻天梯皆是向着深渊方向说道 虽然没有看到毛雨豪 可他们却是个个攻着腰 恭敬的不行 识 什么情况 少少少少主 那些驻天梯大能皆是大惊 完全的不可思议 你们他妈的是驻天梯啊 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 居然口称少主 这 不要脸了 因为太过震惊 他们皆是没有任何的言语和动作 只是静静的等待 为一会 便见两名年轻人从深渊中飞了上来 10号 毛雨豪 拜见少主 仙界的驻天梯们再次行礼 目标是 毛雨豪 还好还好 众驻天梯都是松了口气 如果那些人所拜的方向是10号的话 那可真是不得了 能够修到这样的高度 哪还有什么蠢人 所以 他们立刻猜到 新出现的驻天梯们应该是来自仙界 否则的话 还有哪个势力的船人有资格备驻天梯 而且还是一堆驻天梯称为少主 这要是10号的后台 那他们就真要认命了 哪还敢再找10号的麻烦 不过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就是这些王八蛋 将我从这上面打了下去 幸好我有祖爷爷给的宝物护身 否则就死定了 毛雨豪立刻告起了撞来 一脸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顿时 仙界的驻天梯们皆是大怒 真是反了啊 区区凡界的渣渣们 居然敢对他们的少主动手 你们不想活了吗 你们全部自裁吧 一名仙界驻天梯说道 他叫罗索 在这群人中地位最高 自然也由他来指挥了 逐家老祖连忙站了出来 心中那叫一个郁闷 这鱼没有吃到 怎的反惹来了一身心呢 道友 我们并不认识贵宗少主 得罪之处还请海寒 他说道 不过 既然贵少主也没事 不如大事话小 小事话无如何 我等愿意做出赔偿 罗索则是看向毛羽豪 虽然他的修为在毛羽豪之上 可放在仙界之中 驻天梯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自然一切都得听毛羽豪的 毛羽豪则是看向十号 道 十兄弟 你想怎么解决 听到这话 逐家老祖等皆是如吃了一百只苍蝇般难受 绕了一圈 怎么还是要绕到十号的手里呢 区区一鸣 大几天 真要成为他们的噩梦吗 十号则是一笑 既然得罪的是你 自然由你来决定 毛羽豪点点头 行啊 你们能够拿出什么赔偿 逐家老祖等先是一喜 可以不用与仙界势力开战了 然而接下来 他们就犯起了仇来 该拿出什么东西来呢 你看 人家一怒 直接出动了百多名驻天梯 而要送这么多的驻天梯下来 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你要赔偿 肯定的比这些代价来得多吧 那不赔偿 不赔偿不是找死吗 一百多号驻天梯啊 可以轻松将任何一个 实心势力给推平了 认了吧 逐家老祖们商量了起来 该怎么赔偿毛羽豪 谁让他们之前不明究竟 向着人家出手呢 现在挨打 那也得站直了 第899章赔偿 最终 逐家老祖等拿出了 天文数字的赔偿 可放在毛羽豪的眼中 这点东西也就是不过如此 他可是预先的后代 眼界何等之高 一群穷逼 他将仲柱天梯的赔偿全部收了起来 还在嘴里骂了一句 让仲柱天梯大能皆是脸色难看 这也要怪十号啊 之前他已经把这些大能洗劫了一遍 才过去了这么点时间 这些人又能将裤藏补充多少 从这点来看 毛羽豪称他们是穷逼也不为过 尊驾满意了吗 逐家老祖看向毛羽豪 毛羽豪则是耸耸肩 道还有 刚才是谁打我的 小爷要断他一只手 这让众大能皆是色变 过分了啊 再怎么样 他们皆是这个天空下最强级别 你开口就要断他们一只手 让他们以后还怎么混 赔点东西 这还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断手绝不可能 绝对不行 好几个人皆是说道 之前对毛羽豪出手的 可不止一个人 哼 正愁你们的骨气不够硬 不能打一架 好啊 你们想打 成全你们 毛羽豪一副顽固二代的模样 都给我上 尽管往死里打 少主 罗索凑上来劝阻 这毕竟是凡戒 他们先戒之人插手 很容易引起天地反噬 而且先王有明确的旨意 先人不得干涉凡戒之事 他们这次是师出有名 毕竟是少主被打了 可归根结底 还是毛羽豪先下戒的关系 否则两戒相隔 凡戒人怎么可能 惹到他们的头上呢 所以 小打小闹一下 相信先王也不会吃饱了撑的 连这种小事也要管 可真要大开杀戒的话 那先王震怒 便是公主大人都要难办的 毛羽豪不爽之急 道 那小爷就被白打了 你有护身宝物 而且还得了一大笔的赔偿 根本没有吃亏啊 卢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 只得再温言相劝 好一阵之后 毛羽豪才终肯罢休 你们滚吧 他挥挥手 逐家老族等皆是憋屈之急 他们在凡见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什么人见了他们都得恭恭敬敬的 可结果好 现在居然被人邀五贺六 挂了一个时候 他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这不还有一个十号吗 此子 我等要带走 逐家老祖皆是指向十号 放屁 毛羽豪立刻跳了起来 这是我兄弟 你们谁敢动他 就是跟我毛羽豪作对 罗索一世露出森然之色 让你们做赔偿 而没有对你们下手 已经是我们少主仁慈 可你们还要得寸进尺 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吗 靠 你们好欺负 刚赔了一大票的 可是他们好吧 可是 毛羽豪既然力挺十号 逐家老祖他们也不敢相逼 真要和仙界这么多的驻天梯开战 必败 他们才多少个驻天梯 至少再要将人数提升几倍 才有对抗的资格 好 暂时先退 除非十号提前进入仙界 否则总还有机会将此此击杀的 可真的要快点了 这家伙刚在太虚界扬名的时候 不过是补神庙 可现在呢 已经是大忌天了 而且气息极其强大 估计距离登圣位一步远了 再不抓住机会将之除掉 等着家伙再进阁一两步 那别说杀他 恐怕自己反倒要东躲西藏了 逐家老祖等恨恨离去 该退的时候他们知道要退 兄弟 真不跟我去仙界 毛羽豪向十号问道 十号摇摇头 我会去仙界 但不是现在 你不去仙界的话 修为可要被我甩在身后了 毛羽豪笑道 你要知道在仙界修炼 速度之快是你无法想象的 你今年几岁 十号问 我 毛羽豪傲然道 我才二十四岁 十号展颜一笑 按凡界的年龄算 我也不过二十一二 不过 他用了时间之夜 所以 真实年纪自然是不止的 我操 毛羽豪立刻转过身 向着罗索喝道 走了走了 回家 不能再待在十号身边 那瘦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毛羽豪带着罗索等人离开 十号自然也迅速离去 万一逐家老祖他们杀个回马枪的话 他就要被困在鬼王冤中了 我若是那些老家伙的话 要么守在传送阵处 要么去传送阵对面的心体 守株带兔 让我自投楼网 十号男男 能够修道住天梯 智商当然是不用怀疑的 所以现在不能去传送阵 否则一探头出来 就要遭到当头一击 虽然各地皆有规定 不能在传送阵处出手 可是 这能够约束到住天梯吗 逐家老祖他们真个动手了 当地的住天梯大能会因此跟他们翻脸 为了他们自己利益的话 应该会 可为了十号 不可能 不过 这就可以难倒十号吗 不可能的事情 他来到传送阵处 随便找了一个要传送的人 然后进入仙居 再让紫金属带着 一跃来到了对方的身上 再跟着进入仙居 传送开始 空间撕裂 然后 那人便带着仙居来到了另一个心体 但是 那人立刻被拦了下来 进行了无比严密的搜索 然而 那人又没有伪装 仙居又不是住天梯可以发现的 自然让十号轻松过关了 离开这个传送阵之后 依然还是紫金属带着仙居离开 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 便是那名在刻被强者搜魂 一时看不出一丁点的端倪来 十号又开始了心体传送 这下就不用担心了 几十次之后 他不知道离开多远了 他进入太虚界 自登圣卫区域开始扫荡 凡属那73家十星势力的人员 皆被他暴揍 驱出了太虚界 之前 十号被困 这些人自然以为十号死定了 皆是无视了十号之前的放话 进入了太虚界 现在自然是自食恶果 这让那些十星势力皆是气疯了 若非毛雨豪横插一脚 十号便被困死在了鬼王渊啊 哪有现在的麻烦 又被他在太虚界中图了一圈 第九百章杀戮之指 杀了几个来回之后 十号不由感到可惜 在太虚界杀人 虽然可以让被杀的人损失一点精神力 但也就那样了 如果可以真格杀人 那些十星势力就要怕了 既然如此 那再多杀几轮 十号来到登圣卫区域 向那些十星势力挑战 在别的区域中 他的碾压优势太厉害了 哪怕车轮战都无法搞定他 不过 他毕竟不是登圣卫 在这里开战的话 只要人数足够多 还是可以将他堆死的 果然 他进入登圣卫区域后 那些十星势力的强者纷纷过来 甚至还有几个接天路的强者跨欲而来 显然 他们更想将十号困在这里 直到找到十号的肉身 将他轰杀 十号身上的秘密 不要也罢 此人活着 威胁真是太大了 来战 十号哈哈大笑 身形窜出 挥拳暴打 他现在可是九季 基础战力便达到了二部登圣卫 而且还是二部巅峰那种 在施展诸如小星宇这样的大招 战力自然飙上了三部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三部登圣卫 未来是有希望冲击住天梯的 十星势力虽然底蕴深厚 可又能培养出几个三部登圣卫来 十号横冲直撞 机无对手 但是 他毕竟没有碾压一切登圣卫的实力 当人数达到一定程度后 他就渐渐被压制了 没办法 这是太虚戒 他只是灵魂体 并没有体魄上的优势 更不能动用打神鞭 这两大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让他陷入了苦战之中 可十号依然在杀人 一部级别在他面前就是炮灰 只能用来消耗他一些灵魂力罢了 砰砰砰 一名名强者被他击杀 化为碎光消失 让围观群众都是探围观止 丘罗真是太强了 他才是大忌天啊 大忌天逆杀灯圣卫 这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万古难见 可十号呢 他甚至在被灯圣卫的围攻之下 还能轰杀灯圣卫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轰 当时号又杀一名灯圣卫强者后 一块封碑居然从天而降 咦 破记录了 可是现场的人要么在战斗 要么在围观战斗 谁可能破记录呢 因为这太突然了 让战斗都是停下了那么一瞬间 哪怕那些战斗中的强者 皆是用眼光投过一撇 杀人数破十万 为太虚界创立以来第一人 修罗 咦 原来在太虚界中杀人也可以破记录的 不过 十万 看到这个数字 众人都是到吸了口粮气 还真是修罗杀神啊 居然在太虚界中杀了十万人 这基本是73家十星势力提供的人头 大部分人还被杀了不止十次 但从十万这个数字来看 依然恐怕的惊人啊 别人想要达到这个数字 恐怕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图成吧 但在太虚界中 大范围杀人太难做到了 也只有十号了 得罪了那么多的十星势力 才有如此多的人头被他杀 天空中 有东西落下 这是给予十号的奖励 众人一愣之后 连忙皆是出手去抢夺 破记录所得的东西 虽然大多数的时候是太虚果 但也有时候会给极品 而这一次 给的东西显然不是太虚果 讲讲我的东西 十号大爆发 轰 星空风暴发动 顿时将所有人都是震飞出去 有些人甚至直接被碾碎成光 稀奇的是 天空中掉落的东西 却是完全不受影响 甚至连速度掉落轨迹 都没有变化一下 还是老样子落了下来 十号伸手一摘 已是将那东西拿到了手中 顿时 他露出了喜色 杀戮之指 这是一只拳套 当时好处碰到的一瞬间 便有信息自动在他的脑海中划过 带之杀人 神魂俱灭 也就是说 哪怕在太虚界被杀 亦不是灵魂受点伤的事情 而是要被直接毁灭了灵魂 那肉身就成了空壳 这是破了杀戮记录得到的奖励 自然也跟杀戮相关了 十号果断将拳套戴上 正仇杀不死你们 现在呵呵 你们不是喜欢车轮战吗 此了还能再进来 现在就让你们有进无出 他虽然看向那些灯圣位 还有几个接天路 这才是对抗他的主力 能够成就接天路 至少曾经达到了二部灯圣位 你们准备受死吧 十号虽然说到 可笑 那几名接天路强者皆是冷笑 再太虚界死一次 顶多就是损失一些精神力 很快就能修炼回来的 你也就可以在这里嚣张一下 有本事去接天路区域 分分钟捏死你 十号杀了出来 几大接天路强者立刻挡在前面 灯圣位们则是跟在了后面 起到捕刀的作用 砰砰砰 十号就盯着一名接天路下手 但三步杀二步 再加上还有好多二步 一步在一边牵扯 那基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罢了 十号换了一个目标 这次 他对着一名一步灯圣位打 砰 他拼着被几个人轰中 以失求法相将对手生生轰爆 呃 以失求法相杀之 能够让对方神魂俱灭吗 杀戮之指的说明是 拜之杀人 便可让人魂飞魄散 应该可以的吧 十号意念还没有转过 只觉杀戮之指吸收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名被杀登圣位的灵魂 不过 这已经是残破的灵魂了 说明此人真的被杀了 好 十号长笑一声 转向另一名一步登圣位 再次展开了强攻 三步的战力爆发 这谁遭得住 尤其是 十号还不惜自己被轰伤 反正他就算真的被击杀 也只是损失一些精神力而已 空 又一人被打爆 残魂则是被全套吸收 不过 现在还没有人意识到 十号可以在太虚界中杀人 因此 这些石心势力的强者 还是前赴后继 怎么也要将十号轰杀一次 不然的话 颜面核存 杀杀杀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十号也轰杀了十个人 顿时 他的头上出现了几个血淋淋的字 石心杀神 疑 头衔 众人都是一愣 居然还有头衔 隔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